我创作的题材是围绕着 HDB组屋区的景观 比如卡巴 Playground 还有走廊 还有HDB window 等等 我是林佳琪 我从艺术学院毕业之后 步入版画世界 成为一名版画家 快有一年多了 我是用水泥和细砂来做刻板的 因为我的主题是HDB组屋区 HDB通常是用硬术来做成的 所以我用了硬术中心来带出硬术的温度 这个硬术不会很难刻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制造的硬术 所以我放了比较少砂 我放了比较多硬术 所以会比较柔软 所以比较容易刻 我用普通的板画刀都可以刻 我觉得板画的效果是非常偶然性的 那有时我们刻了之后 非常的期待 又非常的好奇 看效果会是怎么样 那出来的时候 有时会看起来 跟我们的想法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板画是有点像科学一样 你不知道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做的板画是用硬术 我最近尝试的是用木板来做我的作品 那我先画了之后我就雕刻 然后我就加上了颜色 我认为HDB组屋是新加坡的标志 我平常是在组屋区还是回家的路上 看到有趣的东西 我会把它拍下来 比如这两个烧金纸用的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组屋区生活的一种特色 在我其中一幅作品 有这些烧金纸用的 我画HDB是因为HDB是非常的熟悉 那大多数的人会觉得HDB是有一点冷淡 又有一点固定 可是在我的作品 我做了一些修改 我加了一点不一样的严肃 所以观众看了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 又熟悉又a bit different 通常我会看到一些居民放在外面的一些自己的东西 好像一些桌椅在外面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这些我会拍下来 然后改成了我的作品 我们从新加坡的背景 所以我感觉我会带出这种地区文化 但不像MBS 但比较像平凡人的那种生活的故事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部分 新加坡的文化 我希望带出这种美丽 在HDB 所以当外面的人看到 他们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因为有很多人 有很多宅宅或地区 在其他国家 但是我们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有不同的居民 但我们都生活在一起 在HDB 建筑中 在我Lassau的时候 我有一个工程师 对他是张富明 那我一认识他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谁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平常的兼职工程师 后来我就在一个公司 就看到了他的版画 原来是这么大的 又这么特别 对 然后我就回到了那个研究 我就问他这个是你吗 因为不知道 对不知道他这么的厉害 然后我也对版画有一些 改变的想法 因为对我来说 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版画就是 limited 那个size 那个printing press 对不对 可是他做的版画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自己 用pen来print 所以他做的版画可以是 什么size都可以的 对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就对版画有 比较有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说 哦版画HK做成哪这么大的 对 跟painting也一样这么大 我是张富明 我是新加坡的版画家 可是我的朋友 大多数都以为 我是很像做carpenter这样 他们以为我会做很多那种 wood repair这些 其实我不会 我喜欢用木板来做我的作品 因为木板是一个哪里都找得到的东西 你只要扭刀 你就可以把一个作品做好 我作品的时候 人家看到木板就问 富明你要不要拿回去刻一下 所以有时听到是会显 我通常都不会挑剔我选什么木 因为有时你刻到一半 刻完间一个地方比较软 一个地方比较硬 所以会有一点 我想做的 不是我要做的东西 有时那个木板 会把我带去另外一个方向 都可以讲是 我在挑战那个木 也是它在挑战我 我人不会像木头 可是会比较 会比较 有一点坏 就是跟我做版画一样 开始就是喜欢做黑白 到现在十年了还是做一样 又黑又白 它就会比较有影响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有反映 我对身边事情是蛮敏感的 因为我作品的主题都是 关于现代的生活 我作品看起来很平淡 但是它不平凡 看画的人 他们看到的东西 跟我想表达的东西 通常都不一样 我的画就是 我要给人家一点 不一定 就是一直在猜 我到底是在讲什么 到底是好的东西 还是坏的东西 每次的主题 都是好像很好听 给人家去看 可是有一点乱七八糟 我一般上是做比较小的图案 可是现在我尝试做比较大的图案 因为我觉得做大的图案 对有一些的情景会比较有影响 这张DACOTA的图 它是在下雨天我拍下来的 那是有一点暴露 那我就把这一点给提醒了 就是我要用的颜色 会比较蓝色 也比较亮 画得出来会比较像树 从水生出来 所以这一点就是跟现实比较不一样 我终于做完了这张DACOTA的作品 那这张作品会叫做DACOTA Pawn 因为下雨时这边会flag 做成了一个pawn 我觉得佳琪的版画做得是不错 很少看到年轻的版画家 尤其是女孩子 所以我是很欢迎她跟我们一起做这个版画 艺术太广阔了 学的也学不完 我还年轻 要去尝试用不同的材料来做我的作品 虽然这条路不容易 但是我会坚持下去 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做出不是主流的东西 可以呈现新加坡有趣的一面 就这么多了 我下次见 我看见 你很快 我看见 我看见 你很快 我看见 你很快 你很快 那些东西 你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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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